接着我们来看亚洲地区 像是在马来西亚的西马寺 推出的幸福便当 在里面装了五种颜色的饭团 相当的引人注目 不只卖相很特别 还蕴含了佛光人的祝福 在蓝色米饭上铺上石材 接着卷成长条形 一共五种颜色饭团不止很吸睛 还蕴含了欢喜平安 自在吉祥还有圆满的寒意 把饭团装进餐盒里 西马寺点作组集体创作 马步停蹄做便当 透过美味素食料理 不只要纪念5月16号佛光日 也庆祝马来西亚教食节 希望这幸福便当 可以让人吃在嘴里 暖在心里 另外是马来西亚新生 总和报导